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杨阿姨年轻的时候很少生病,身体也很健康 不过自从五年前被确诊糖尿病后,她便烦恼不已 每天都要服用酱糖尿 饮食上也有很多的机口 感觉人生乐趣都少了许多 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 与很多美食都无缘啊 邻居告诉她,如果血糖控制的好的话 偶尔也是可以吃些零食的 虽然不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但也可以减解残 确实患了糖尿病以后 需要控制饮食 不然一不小心血糖就飙升了 糖尿病和吃饭有密切的关系 控制血糖要学会吃 柳叶刀 糖尿病与内分泌学 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饮食上做出改变 尽量多吃营养权 能量低的食物 能量部分恶性糖尿病患者得到缓解 想要控制血糖 建议饮食上 多加注意以下这几点 第一点 吃饭讲究逊序 建议先喝汤 再吃膳食纤维 丰富的蔬菜 之后再吃肉类 蛋类等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最后再吃淀粉 第二点 晚餐尽量早点吃 晚餐吃得太晚 胰岛素水平 血糖相对较高 第二天空腹血糖 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点 蔬菜不要切得太碎 蔬菜切太碎 那上时纤维破坏就更多 建议蔬菜尽量切大块 这样更好的保留蔬菜的营养 第四点 要多吃粗粮 浙江学院内分泌科主任提醒 建议饮食上多加入粗粮 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同时 还能补充膳食纤维 第五点 集火炒少加水 烹饪时尽量选择集火炒 少加水 以免血糖生成指数升高 第六点 多吃硬的 少吃软的 在饮食上 尽量多吃干硬的食物 少吃发软的食物 以便维持餐后血糖 波动 第二 适合糖尿病人吃的六种零食 被发现了 糖友们可以放心吃 糖尿病患者 要比常人 有更多的饮食禁忌 不过 蓝种分泌类科 陈彦庭提醒 下面这几种零食 糖尿病患者 可以放心去食用 第一种 苏打饼干 苏打饼干 本身味道清淡 糖分 盐分 等添加物相对较少 特别适合糖友们去食用 第二种 黄瓜 黄瓜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热量很低 生糖指数慢 是糖尿病患者 可以食用的一种食物 第三 水煮鸡蛋 鸡蛋不但价格便宜 营养价值特别高 饱腹感也很强 建议糖尿病患者 可以把它当作早餐 来食用水煮蛋 第四 西红柿 西红柿中含有番茄红素 维生素C 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 而且生糖慢 是糖尿病患者 不错的一种食物选择 第五种 苹果 苹果中含有活性物质 膳食纤维 矿物质等 多种营养物质 适当的去食用 有助于预防便秘 维持血糖稳定等 第六种 牛奶或酸奶 牛奶或酸奶中的 钙含量很丰富 适当的食用 有助于稳定血糖 增强饱腹感 建议最好选择 纯牛奶或原味的酸奶 那是最好的 对于主食 糖尿病人们 又是爱又是恨的 主食是我们身体的能量 主要的一种来源 但同时 它们又是让血糖上升的 元凶之一 糖尿病人 也是需要吃主食的 但又害怕血糖上升 处于两难近地 其实糖尿们 只要选择对了 适合自己的主食 不但不会让血糖上升 还能起到 稳定血糖的作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种 适合糖尿们吃的主食 第一 燕麦 燕麦是一种 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它含丰富的可用性纤维 有助于减缓葡萄糖吸收 能够降低血糖水平 同时 还富含维生素B1 能够参与糖内和脂肪的代谢 有助于葡萄糖的转化为能量 第二就是糙米 糙米相比白米含量 更多的纤维素 这些粗纤维有助于稳定血糖 粗糙的糙米 营养价值很高 比白米还要高 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主食 第三就是全麦面包了 全麦面包中的粗纤维含量 很丰富的 能够减缓和示范糖分 有助于控制血糖的波动 与金子白面 面包相比 全麦面包更适合 糖友们去食用的 第四 乔麦 乔麦中的蒜石纤维 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 是糖尿病患者理想的主食 此外 乔麦还含丰富的 N基酸和微量元素 对于维持血管健康 也很有益 第五 小米 小米属于粗粮 营养价值很丰富 具有一定的氧味 促进消化 小米中含有糖量是很低的 也特别适合糖友们去食用 但是建议用来煮饭吃 第六 就是玉米了 玉米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减慢糖分的吸收 有助于稳定血糖 同时玉米还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是糖友们的优质主食选择 第七 就是大麦 大麦是低血糖指数的食物 含丰富的可溶性纤维 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的 适量的食用大麦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的去控制血糖水平 第八 就是奇亚质了 奇亚质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有助于控制血糖 它独特的吸水膨胀特性 还能够增加饱腹感 减少其他的食物摄入 第九 藜麦 藜麦是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 能够提供稳定的能量 有助于控制血糖 它全面的营养成分 也使得藜麦成为糖尿病患者的主食 休选之一 虽然这些主食有助于降低血糖 稳定血糖水平 但是糖友们 依然需要注意食用的量哦 避免过量去食用 此外 除了饮食管理 我们还应该结合运动 药物治疗等多种手段 以达到最佳的血糖控制效果 好啦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哦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